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一直很支持台灣的賽者運動 那會再重新復甦比賽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現在比較鹹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想要圓夢 其實我的目標並不是台灣的比賽 我希望能夠跑一次澳門Grand Prix大賽 那我以台灣的比賽當作是我練習的一個場地 那我希望今年甚至明年底 能夠參加澳門Grand Prix制 我在1995年跑比賽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也在一手車訊 我曾經就講過一句話就是 台灣的賽者環境還在幼稚園 現在好不容易終於小學一年級 那我是覺得身為一個媒體 我創立這個車隊投入這個比賽 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支持國內的賽車運動 我不希望讓大家覺得飆車等於是賽車 所以我支持台灣的賽車運動 與其說建議我覺得是應該要先建議 不管是硬體的廠商或是主辦單位 我覺得要降低賽車的門檻 像Option Bay現在有辦獨走賽 我覺得就不錯 可是我覺得獨走賽是可以辦 可是辦獨走賽的參賽的車手們 你們應該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我在賽車場裡面獨走 可是不要在外面的馬路上獨走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不要跟別人去競爭 而是要跟自己的單圈成績來競爭 第三個部分就是還是要加強自己的安全裝備 安全裝備提升之後呢 甚至可以晉級到爭先賽 這是我對於目前想要投入國內賽車運動的朋友們來說 就是去從中去享受樂趣 要在這個樂趣中間去達到自己的目標 我覺得會比較好